我们拉回来谈到今天一个主题 我知道 就是说您从这两年 您在非常从事的一个事情 是地方创生 那这个是您在国发会的时候 担任主委的时候就来推动的 然后您现在好像另外又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地方创生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您在国发会的时候 地方创生 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 然后以及您现在在好像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地方创生 又想要做什么事情 好 确实没有错 我说我自己去年离开这个公子之后 我就说地方创生可能是我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志业 那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2017年的9月到国发会的时候 那就第一个给我的统计数字就看到台湾的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变化 因为国发会他要做人口的推估 每两年要做人口推估 结果就发现2017年台湾的新生额跌破20万 其实10年前20年前或者我出生那一年台湾每年都还有40几万的出生人口 一下不到20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安的危机了 那再加上我们的高龄化我们在2018年台湾就已经是高龄社会 我们的推估是到这个2025年台湾就变超高龄社会 所以在高龄跟少子化这个两个极端之下呢 我们怎么样要把国家的政策去做一个调整 这是我觉得我们面对这个人口结构的悬崖 我们必须要去做处理的 第二个呢我们也发现说台湾的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北部的几个直辖市里面 那南部东部还有中部几乎人口通通在流失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北部的loading会太重的情况之下 不能够均衡发展台湾很小 那在这样的有限资源之下 怎么可能让这个国家能够有一个往前迈进一个很好的一个竞争力 那另外就是刚好我们看到日本的案例跟我们也类似 所以安倍在2012年上台之后 他们的总务大臣出了一本书叫做地方消灭 他们说可能如果不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那日本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乡镇四丁啊 通通会消灭掉 他们也觉得这是国安危机了 所以日本在2014年就提了地方创生 所以这四个字呢是日本的汉字 这日本发明的 日本的汉字 这几年突然流行起来了 以前我五六年前没听过这个字 这是日本的汉字 那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自己再去创造 而且那个概念跟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去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原用了这四个字 这个地方创生 那我们知道就是要振兴的地方 那能不能讲的比较具体点 待会我们再讲这个您现在的基金会 但是要具体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来 来revitalize 怎么样来给他新生命呢 OK 那我当时候我有说我们有三个核心的价值 核心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以人为本 要让人口回流而不外流 这是我们这整个国安计划 因为我们把它拉高到这个行政院的层次 这个计划它的核心就是要以人为本 那过去台湾很多很多的计划 我们也推动过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 所谓社区总体营造 也推动了快二十年的什么农村再生 都是鼓励年轻人回乡 可是最后都是我们只在中 就是硬体 都没有把人 我们把环境弄好了 人还是走了 所以我说第一个核心价值是人 那第二个核心价值就是 你要让人留在那个地方 你一定要有产业 他必须要能够顾他的肚子 他必须要有工作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把地方的产业振兴 要把地方的产业的DNA找出来 台湾太会模仿了 今天哪一个城市 好种红梨很好 我其他地方也都种红梨 又造成产量太多了 没有销路没办法地方去 所以我觉得你要每个地方 绝对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你的产业的DNA一定要找出来 你把你的优势跟你的劣势 把它盘点清楚 然后把你的优势放大 把你的劣势尽量把它缩小 那你去发展出来 你才能够创造就业的机会 然后才能够留住人口 你也才会在那边 觉得我在那边生活是幸福的 这是第二个核心价值 第三个就是 现在不管你要推动产业 你要让人口回流 其实在数位经济时代 我们就是要把科技导入 你没有科技这件事情 其实是你很难往前再走 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 其实叫做网络原生代 我都这样称呼他们 那这个科技能够帮助很多很多的 不管你在产业 不管你在生活上面 交通 让你的生活环境更好 这个科技导入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三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价值 那另外我采取的方法 我说要button up 我不能够再由中央政府的公务员 在办公室写计划 然后就交给地方去执行 因为地方它的需求是什么 不晓得 过去政府很多的补助案 在我看来都是满足中央政府的公务员的KPI 然后你如果不满足的时候 我就不让你核销 所以地方也会觉得很失落 我好不容易申请那个计划 我想很想好好做 可是你又告诉我 这跟你的KPI不合 然后到时候又不让我核销 所以做了半天都不是我要的 那就是无感思政 所以我说一定要button up 我要走出去国发会 我到地方去倾听大家的意见 也就因为这样子 我在国发会主委任内 我大概22个县市都走遍了 跟这些的团队很多很多的沟通 这样才会有我这一本所谓美琳姐的台湾地方创生故事